天赤的声音你好星期六 周神给你双倍快乐 本周追身指南 最近我发现就有朋友非常非常的奇怪 那有的人呢就像这人 被充电线紧紧的束缚在沙发上 身形非常的扭曲 也有一些人呢像这样 总是狂躁易怒 每天不停的摔手 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维呢 以上两种行为是 吃心风 你需要以下节目之聊 4月15日周五22点 哲讲威师 点字地上演 4月16日 周六20点十分 湖南威斯 一号星期六 节目看完你就好了 天赤的声音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第五期了 因为第四期周深轮空了 没有周深的天赤的舞台是寂寞的 推荐金曲的竞争变得小了很多 终于第五期了 这一期的歌单有几首经典歌曲 张绍涵与James的Dance Monkey 这是一首澳大利亚歌手的 Tonies and I的一首歌 好听且有着张绍涵当属气场 张绍涵出道多年 可以驾驭多种曲风 就是英文歌比较少 这是第一组歌手 第二组歌手就是 胡海泉和孟佳的《雨意之下》 气场什么的就不用说了 亮点就是孟佳在500的歌曲下跳舞了 可想而知 这首歌曲会被改变成什么样子 第三组出场的歌手是 胡彦斌 马盈盈 《爱我别走》 周深则又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歌手 节目组就算是心机 为了保持节目的关注度 就把周深安排在最后一组了 他的有一首歌叫《高贵与丑子》 对 那首歌其实特别厉害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还有一首他的歌《感官先生》吧 是是是 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 自己也写歌 然后自己也唱得非常厉害 我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 我可以给你邀歌 刘凤阳我就要那首《高贵与丑子》 你帮我再写一首 帮我再写一首 空白 空白了 我等的人还没到 在后面呢 这个茫茫乐坛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啊 因为我投了他的票 有可能是第四期 想要让他回来的人 佳哥 等你 孟佳 一直在等孟佳 如果不是你在的话 我想做那个尝试 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感觉上 应该就是没你不行 第五组是周深与陈红雨的《哭纱》 这首歌曲是黄音音的一首歌曲 歌曲的词作者是林秋梨 所以也是被翻唱过 很多次的一首歌曲 据说《哭纱》的诞生 其实很偶然 当时林秋梨和熊美玲两个人 觉得作词的酬劳太低了 于是自己开唱片公司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他们不仅变得负债累累 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某一天 林秋梨和熊美玲两人 在家里看了一部伤感电影之后 熊美玲脑海里 一直回放着刚刚悲伤的剧情 又结合两人彼时的困境 喷出了一段旋律 林秋梨听到后 立即提笔写下了《哭纱》的歌词 《哭纱》不但挽救了林秋梨 熊美梨的生活窘况 还将他们的事业推向了 又一个高峰 看完歌单之后 相信这一场 应该是走深情路线的一场 因为节目组发现 第三期的效果很好 所以不再构建很炸的舞台 深情才是讨喜能打动观众的舞台 最终推荐金曲强有力的竞争者 看完歌单应该是会出现在 《哭纱》和《雨一之下》之间 因为这两首歌曲都足够经典 都有着被翻唱多次的标签 属于英宗的舞台各种歌手 优先选择翻唱的作品 当然这一场周深的表现 又让人惊喜了 所以最终具体舞台呈现 就要看第五期现场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这一期你们心中的推荐金曲 是哪一首歌曲呢 张慧妹的《哭纱》 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 我印象好像是看一个小说 然后是在QQ空间 天哪 暴露年龄 在QQ空间看一个小说 然后她最后那个时候 就放了这首歌 我觉得挺感人的吧 那来看我 却又离开了 让那手中邪落的沙 像泪水流 风吹来的沙 我再所有的记忆 让我在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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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来的沙 明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门离 明明在哭泣 明明在哭泣 明明在哭泣